最近,国内又一重大政策对外公布,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,相应会配有支持措施,目的也很直接,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。 但现如今,真的还会有人愿意生三胎吗?人口老龄化在中国真的是问题吗? 1982年,我国实行了人口计划生育,如今三胎政策的出台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,我国从限制生育转向了鼓励生育。 但问题是,按照目前社会状况,鼓励生育的难度远超限制生育。 现在大部分适龄青年面对工作、房贷、车贷之后,对生娃的想法已经逐渐暗淡。 目前,我国生育率指数为1.3,警戒线处于1.5,而正常人口交替是2.1。 这也是人口危机的数据依据,但中国人口基数大,远非日韩这种小国可比。 因此,人口危机并不是我们首要面临的问题,反而消费危机更加严重。 教育、买房、养老三重阻碍面前,再生一个孩子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。 这也严重阻碍了其他方面的消费力。 2008年至2018年的十年间,我国GDP突飞猛进,但消费力却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二。 美国平均消费力占GDP总量是68%左右,而我国最高仅有40%,即使印度、泰国等国家也比中国高。 因此,相比于人口危机,消费危机才是如今我国面临最大的拦路户。 那导致的原因有哪些呢? 首先,人们将储蓄大部分用于养老医疗和房车方面。 其次,在上述压力下,对其他消费只能尽量压缩。 那您可能好奇,为何印度都要比中国高呢? 直接点说,印度人几乎没有危机感,或者说有危机感也没用。 现正现花,即使想攒也没有闲钱。 当然了,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的生活质量比我们好。 而消费力危机最终造成了恶性循环。 年轻人没有足够能力结婚,结完婚的没有能力生育,生一胎的没有勇气生二胎。 改革开放初期,我国的消费率大概徘徊在60%,如今降至20%,不升反降。 这意味着我们还没有上一辈人敢花钱。 除了攒钱欲望的增加,贫富差距也是我们这代人要面临的严峻现实。 在2020年的招商银行年报中的数据,我们也能看出一二。 2020年,招商银行客户数量总额1.58亿,其中资产达到50万以上的金葵花客户仅占2%,资产占比却达到85%,而资产达到私有银行客户标准,也就是达到1000万的客户仅占0.06%。 资产达比却达到31%,几组数据摆在眼前就是一个倒锥子图,和理想中的橄榄形差距巨大。 加之我国曾提到,还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以千,足可见贫富差距之大。 面对低收入和高危机感,消费力自然很难攀升。 消费力的迟还也致使社会内卷趋于严重,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 然而,为了倡导三台政策,专家们也是各输己见,提倡对三台家庭给予奖励的呼声最高。 但显然,治标不治本。 一个孩子的成长不单单是金钱的付出。 俄罗斯就曾实验过很多年,却收效甚微。 已有的专家说,二胎三胎高考加分,虽然的确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,但显然不公平。 回归到三胎政策本身,大家更关心的是生育之后的长期连锁反应。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,增加年轻人在人口结构中的占比的确有利于缓解老龄化的基础问题。 因此,鼓励生育并没有错,但现今的住房价格,阶层固化,男女就业等诸多问题严重刺激了大众对生活的期望。 归结一句话就是,生得起,但是养不起。 这也催生了另一个概念,底层躺平,上层躺赢。 再说的直白点,少部分人占用了社会大部分资源。 如今,寒门难出柜子,个人通过努力跨越阶层的难度越来越大。 近十年,二胎政策的放开让我国人口结构少见缓和,但出生率下降恰恰厌重了上述观点。 二胎的短暂效应正在衰退,想要依靠三胎来延续效应谈何容易呢? 或许,当房价不需要两倍共同努力就能承担,工资能维持消费还有结余,孩子上学问题不会因为学区你争我夺。 那时候,即使没有政策,人们也会向往膝下儿女成群的场景。